空嗎 真的嗎 因為腿太短 底墊太長 我的腳就會懸空 所以它等於說它雖然是汽油的燃料 但它達到了 實現了像是柴油這樣的扭力 我有聽講過就是福特的變速箱 比較容易有問題是真的嗎 對 沒錯 真的嗎 但是放心不會在這台車發生 Yeah 歡迎來到中古車值多少 我是阿尊 我是小師妹 Yeah 我們兩個出現就是要來介紹車子 沒錯 那今天這台車子是 它就是我們的Mondale的Wagon 車型 因為它這台車是進口的 因為福特它的車型在台灣 有分進口的也有分國產的 然後這台是進口的車型 它的一些配置然後包括配備 因為車價比較高 所以配備上會來的比較好 那首先呢我們一台車一定就是看車頭 然後這個車頭跟你講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俗稱的馬丁頭 它就是跟奧斯頓馬丁同款的這個車頭造型 這也是他們的一個家族的特色 就是新款的福特的車子 都會是這樣的車頭造型 它這個頭燈就要特別講一下 它那時候是少數車型有全LED燈具的車 它除了霧燈之外它的燈具都是有 包括方向燈日行燈 遠近光燈都是LED 配備了轉向 就是我在打方向盤的時候 它的頭燈會轉向 那待會你開的時候 開的時候不會 因為現在是白天 所以看不出來 像我們開地下室啊 去百貨公司 還是我們去開山路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非常好用 因為你在方向盤在打哪一個角度 你的燈就會照到哪一個角度 沒錯 然後它還支援了 那個遠近光燈的自動開啟跟關閉 就是我們講的有點智慧型的頭燈 它這個前檔這邊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鏡頭 它就會偵測你的前方的光源足不足夠 或者說你對向有沒有來車 如果你對向光源不夠 那加上沒有來車的話 它就會幫你打開遠燈 你的視野就會比較清楚 算是一個安全性的 比較高階的配備 我覺得車型呢 它就是旅行式 旅行車的版本 就是這台車型號 我知道是房車會比較多 對 但是它突然就出了一台旅行車 是不是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就是空間啊 空間 還有配備 還有就是帥 因為台灣早期比較少引進這種 旅行式的車款 一般都是轎車 不然就是休旅車 後期因為歐洲 他們很流行這種車款 然後慢慢慢慢的 台灣也開始流行這個車款 當然這個車呢 對我們來說 一定都是要降低車身 它其實原廠給的高度已經算蠻低了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高嘛 你看我那個車身到我的高度 我記得已經說你175的 他就說 亂講 看一下他的鋁圈 它這個是原廠配置的18順的鋁圈 效果你覺得怎麼樣 效果你覺得怎麼樣嗎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keeper 真的很棒啊 這個把手會有感應功能嗎 有啊 就是我們上次那個奧迪Q5 就會有講 你看我們把手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符號 就代表它有支援這個Keylus 這個 它沒有那麼寫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放大它車內的空間 然後車尾的話呢 我覺得福特它有一個重點 辨識度都很高 它這個都是LED的燈泡 它只要夜晚開啟的話 其實你識別度很高 喔 OK 有點慢 有點慢喔 它開啟的小速 有點偏優雅 偏優雅 它少了這個比較鞋背的造型 它可以創造比較大的車次空間 它這個尾箱大概有500公升的容積 所以算很大 對 然後它的這個儀背 也可以支援倒皮 它這台車有一個亮點 什麼亮點 那個桿桿 那個銀色的橫桿有沒有看到 那是幹什麼 那是就是固定東西用的 你看這個橫桿 它好處就是一些沒有用的攝影器材有沒有 對就往前推 對分類 我這個腳架 我不想跟它們混在一起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固定 然後它好處是它可以做 斜 它角度不會只局限於平行 你看 很好用 斜 第一次覺得我其實還蠻高的 蠻重物的話 這樣很重 看起來很很刻苦耐勞 然後它有支援防甲 就是有一些小屁孩有沒有 啊 手放在這邊 你就可以摸這邊的膠條 輕輕一碰它就回彈回去 都是有這種安全設計 那小屁孩就不怕 對啊像你可以叫攝影師頭放在這邊 關下來 為什麼不是你的頭 你要試試看嗎 沒有啦 好然後再來我覺得一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會特地打開門就是它這個 設計 就是那個啦開口角度啊 這個門開得特別開 對特別開 它會比較好上下車啊 你看你這樣上下車是不是很方便 對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長輩還是小朋友 就是變成友善的一個設計 觀眾朋友啊看看 你腿長多少 120吧差不多吧 應該95 現在彩妮它的腿長大概110 如果坐它後座的 基本上它大腿整個都可以達到支撐 它一般我們車子的長度大概到這個位置 Mondeo等於再加寬了一點 對腿長的人呢 又是一個友善的配置 比較友好 但是對於腿短的呢 我們這邊就不多解釋 你要試試看嗎 整個會變選功 不是 我不是腿短的 那有什麼東西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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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好啊 看一下後面有那個 你要讓觀眾看一下 對好啊 不同的消費群 這樣可以 打到節目效果吧 這邊是懸空的 還可以 我的腳是懸空的 懸空嗎 真的嗎 因為腿太短 底墊太長 我的腳就會懸空 這樣滿意了嗎 滿意滿意 這樣滿意了 然後這邊有後座出風口 就這樣 補充一個重點 就是旅行車 它一個精華也是這個 車頂架 它會帶來很好的一個視覺上的效果 對我剛剛其實看這台車的時候 然後第一個最吸引我就是這個設計 然後內裝的一些配置 我們就上車的時候 再跟觀眾分享 好 OK Let's go 很像白癡 如果加裝我車要賣 趕緊加我們官方LINE 高價收購你的愛車喔 然後它這台車呢 它的重點 除了它的大馬力之外 它的扭力也很大 扭力的感覺就是 不是我起步 你看 不要踩 喔 喔喔喔喔喔 它的這個 會感覺有個人在後面 踹你的 它最大的扭力可以到多少 35.2公斤米 那你覺得表現是好的嗎 好的啊 它的表現當然是好的 因為它的數據都很棒啊 只是還是會看啦 因為 其實它那個都是引擎 進輸出的素質 實際上我們還是要搭配我們 看車廂坐多少人 它有一個核心就是它的變速箱 因為變速箱會反映出它引擎的出力 看它可不可以百分之百的輸出 它這個變速箱呢就是搭載 我們講的比較傳統 六速的變速箱 我有聽講過就是福特的變速箱喔 比較容易有問題是真的嗎 對沒錯 真的比較有問題 但是放心不會在這台車發生 因為這個就是我剛提到 它就是比較傳統的變速箱 那一顆變速箱 對有好有好 但是它的妥善率可能壽命就比較長 真的是煞在煞不開 車會壞掉好嗎 我們講完動力嘛 其實這個動力我覺得 並不是它的亮點 那它真正亮點是什麼 它真正亮點是它的這個 行路品質 我覺得應該是這台車最大的一個賣點 它那個吸震的效率很好 因為台灣很多比較爛的路 噴噴噴噴噴的 然後有時候車子如果 我們的避震不好的話 它會一直跳晃來晃去 對坐起來會不舒服 那它這台車處理的就很好 個人覺得它是很好的一個賣點 隔音是好的 它的隔音好呢 你有這個先天上的優勢 其實你的音響系統也可以相對提升 那個時候都是跟 就是跟Sony合作的 所以它的這個影音的表現還算不錯 那我記得它有搭載了 就是2.0升的汽油 引擎 然後它這樣大台車 會不會跑起來的時候會沒力 其實不會 雖然它車重真的比較重 你知道它有多重嗎 多重 1600多公斤 因為1600其實我們 很多休旅車也差不多是這樣的 車重 所以你覺得跑起來不會沒力 不會啊 因為它本身 扭力啊動力很大 你會覺得它很好油嗎 你是開的人才知道 沒有啦 我說如果你這樣看起來 它的車子的大小 會啊 因為我覺得 大台的車都會比較好油 其實有開過福特的 大家都知道 它這個Eco Boost的引擎 根本不省油 但是它的強項在於高速公路 所以其實你有在跑長途的話 它油耗是非常好 像是柴油這樣的扭力 唉唷做球喔 當然柴油還有它的一些好處 壞處啦 柴油的本身引擎就會比較吵 然後也會有臭味 基本上它的配置都很好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然後也有這個 全景天窗 我們上次那個奧迪的Q5也有 也是有 配置這個 啊這個呢 除了休旅車以外 對這種旅行車更友善 因為旅行車它的那個啊 頭部會更壓縮 它沒有像休旅車那麼高 所以其實多這個是幫助是很大的 個人覺得一個小缺點 什麼缺點 按鍵超多 熟悉這台車的時間 可能又要再拉長 然後儀表板 是它的一個重點 它儀表板是做這種半數位化的 就是它有很多功能可以做選擇 然後包括了胎壓的顯示也有 就是獨立胎壓的顯示這邊 欸等一下 我發現喔 這台車是沒有ACC系統耶 蛤 蛤 是嗎 沒錯 沒有沒有要講的耶 那你覺得它沒有這個系統的話 會不會大扣分啊 大扣分啊 我跟妳講它的原有 這台車是2018年 台灣開始賣嘛 開始引進 然後它在隔年 2019年 它就賣有ACC的版本 如果有在做一點功課的車主就知道 它19年 它除了多安全配備 它也多電子懸吊 你可以自主的調整 你行車的模式 這個就沒有 那價格是差多少 價格還降價 新車 現在新車啦 是135萬9 然後呢小改款 是132萬9 這樣有3萬 還多配備 剛進來大家都在等這台車 然後隔年就收割 就改款了 就改款了 然後還多配備 多跟車 跟車就可以跟著這樣現在的配備了 然後還多電子的避震器 現在我們真的很缺車 一定高降收購你的愛車 等你哦 當然這個車子一定還是 但是會有人想要買 我們就要透過 價格去放大它的CP值 所以它其實跟 後續19年的車款 我們會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駕差的斷層 所以這個車還是可以買的好嗎 只是說它少了這些安全配備 而且前車主義 它開起來也是很不錯 它這個介面叫SYNC3系統 它雖然沒有支援導航 但是它有支援Cable跟EnjoyOto 整體來說它的那個視覺性就是 很福特的感覺 它的畫質也算不錯 它也配備了這個電子走達車 跟這個前後的停車雷達 比較好的配備它沒有搭上 但是基本的都有 基本搶得到的它絕對都有 理程素顏是可以接受範圍 因為它現在只跑了64000公里 車子也都是原版件 沒有發生過嚴重的碰撞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想知道你車子的價格的話 可以加一下我們的觀望Line 我們有時間就會第一時間回覆 還有記得追蹤一下我們的IG和FB粉絲專頁 任何第一資訊第一時間在上面PO 還有如果你在家無所事實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購音 好 掰掰 好 掰掰 拜拜